你呀,我怕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第二个是蔡英文 请求你了,不要见笑 当行政院长所政兴听到第一个门 第一个人这样刺牙牙,他就衰反击 面对罗叔保抖他抖他也没在怕 叫你当,当天,没爬爬 为什么这样子,敢爬爬爬爬 为什么这样子 那所政兴,现今院长丹建陈 对他新科立委,王小林,高高在乡的时候 他也退出这个议 直询他是个上对象 请注意您的发言,您现在是在进行反质询吗 问苏朗,国民党提出国会改革合法 后来让这些立委感觉没爽快回答 都可能造成了是国会罪 上当过三年,并扣30万以害法金 也有必要在立法委员不了解事实的真相的时候 那我们需要更详细的在质询的过程当中 跟委员做深入的这一个交换意见 让委员能够了解 什么要求描述国会,连民、总统、王山山都认为要坚信 律师淋帝国就口识 有些立委的程度真的没效果 如果要在台下庭做到什么,给你描述都好而已 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包含美国 其实他们的藐视国会更加的重罪 我还没有看到细部具体的文字 那我相信想要强化监督的能量 这个方向上面是一致的 以后国会我认为你是藐视我 我自己扮演检察官的一个角色 会不会啊,他这个政策的说明 让国会议员下不了台 说安妮反咨询 苗市国会座在国民党 有人所优势总统集合 通过纪录制官 这是要怎么改定 想要来采量 要再有党务 民心新闻总统报道